各位大細超台友早上好 現在是大年初七 俗稱人日 人人生日 祝大家身體健康 秦廣進 交運興奴 其他什麼都假的 因為台長出了外去旅遊 我又做一些點打的節目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主要講健康財富 集中講一點點健康財富的經驗 我今年都40歲了 體能保持得好 是我個人都有多少欣慰的 因為全程的老師留下一些 都叫做人體秘密的功法給我 我自己也是比較認真些去面致的 特別在飲食各方面 當然我個人健康的飲食就很清淡 昨天我剛剛遲宿 一般有時候我只吃一餐 最好當然是清食 多數吃一餐 真的很清食 昨天都豐富了 有磚鳳語 有個明火白燭 後來我內子開了少許罐頭的齋菜 我又不可以逆他意 他開了拿來 所以就豐富了 打穿鳳語都豐富了 因為在M年前 我師傅有個聚會 就說不見你這麼久 這段時間我守齋 守齋一個時間指證 我整磚鳳語每天都是 罵了七天 給師傅 守齋整磚鳳語這麼好送 當時以為博稱相 不是說罵 只是呱了七天 守齋這麼好送 還有磚鳳語 不是好笑 想一下真是 真是聖息用功是很嚴格 為什麼要這麼嚴格呢 我們聖息香味觸法 我們不吃東西不行 要當是療理自己的飢餓病 肌餓是一種病 人真的最好不用吃東西就真的好 吃完又要餓 所以我很怕吃東西的 當然我懂得欣賞食物的 那個是世俗 現在你生存在世俗層面 如果你太過離開世俗的話 就不行了 不是別人不行 你說你自己不行了 你自己製造很多矛盾 很多excuse 自己天天在思想上打架 那你整個一整個就走火 又摸 你真的要進去社會做事 你要和剛同塵 裝鬼裝馬 他跟江湖大哥一起 跟江湖小混混一起 我們去扮小混混 又不可以扮大哥 你扮大哥 坐在那邊 都不敢說話 那又何必呢 所以在江湖上 很多人喜歡 最好 最簡單的經驗是怎樣 講笑話 他們跟那些小混混 那些普通的人 低層低一點 文化一點的 最好講一些色情笑話 一定對聽的 因為講一些娛樂圈子的韻事 娛樂圈子的八卦 小人知的色情故事 是吧 哪個女兒怎樣搬了那個大款上台 哪個有錢弄了那個溝圖女兒的撞板 等於我有一次跟那些退休的夥記 就是那些退休的警察 有個飯局 他們很欣賞陳子超 很多人說 如果當警察聽過 陳子超個人 是很厲害的 後期走了去美國 在美國又得罪了 陳香梅 開一個聽證會 接著著著草 要走開 去了菲律賓 現在死了 那為什麼那時候 開過飯局 也是很喜歡聽陳子超 因為他是很厲害的 當警察來說算厲害的 因為他馬定了一個人事科的鬼佬 他是一個總警司的 就是管理人事的 給他拿了15樓的數目 15樓就是國際數目組 就是由他拿那個把關 他向這個總警司負責 比如說每天有多少元寶蠟燭 要供應給他 他自己做了代理商 就由他決定賣位 如果你變個高級幫幫 可以走來做這個 國際數目組的主任 如果你錯那個位 就可以收片 收通天 就是廣告新界 逢有那些黃島獨 古靈精怪東西 都會掃給你 你有多大的一個數字 陳子超就把關把了很多年 變成是賺到很多錢 變成在那個同行 在警察部 很多人都馬著他 因為他跟那個人事部 的總警司拍檔 說什麼星級 有什麼古靈精怪 調位 那你就要找他拍肩 變成他就多了一個這樣的聲音 但是為什麼會變成笑話呢 一個這麼精明的人 都退休了下來 還沒離開香港之前 還沒說涉及艾斯基斯的時候 還沒燒到他的時候 他退休了 那現在黃黑板都很熟 沒有離開香港 追一個台灣的女歌手 姓鄧的 我記得他也叫鄧雪芳 是去荔詞唱歌 北角麗池 上年多的應該有印象了 香港第一間的夜總會 在北角麗池 李財法搞的 李財法又是另外一段歷史的了 這些又是在香港來講 和台灣之間都是一個時代的猛人 當然他沒有道義 升巴弊 但是你財法都不簡單的 他是香港青幫的頭頭 香港的青幫 不是洪門 因為中國兩大幫會 一個洪門一個青幫 一個青幫的頭頭 開了一間黎池夜總會 為什麼黎池夜總會這麼厲害呢 因為香港第一屆 選香港小姐的選美大會 是由黎池夜總會主辦的 所以變成在港湖上很有歷史的 陳紫超就看中了那個女歌手 當然追到了 出來拋江過海的女歌手 都不是善男勝女 什麼時候放什麼時候收 原來這個女歌手有背景 是台灣老千集團 陳紫超就在過來 就放一張桌子 放一張桌子 給他超過 上桌子 都不見了一筆錢 不敢說話 超過 他就是大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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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大錢 挺好笑的 你堂堂退休探掌 你真是被人放了上桌子 你還敢乖乖坐 丟鑒 所以假裝吃黃年 但也沒所謂的 你跟女哥升一一段時間 你買到開心 你又說這麼多做什麼呢 風流就給了代價了 這個就涉及一些飯局 所以說你跟什麼人等坐在一起 你又說什麼故事 所以那天又說這些秘聞 有很多當警察都不知道的 因為他們 陳以超在他們心目中 就是英明神武的 爆出來的 他挺好笑的那晚吃飯 因為它涉及錢恩問題 所以說你們提醒大家 在世界上認為最精明的人 認為自己沒人敢找老襯的人 就很容易中招的 陳以超就是你 哇 我這樣的勢力 誰敢來騙我呢 先入圍處他自己 誰不知老仙計創人才 那你就疏忽了 就騙你 放你上台 所以大家走出社會 最重要是皮而莫貪 你想富不富貴 發不發達呢 那個說你個人的福氣 但普通人真的不要亂投資 不可亂投資 不可興盛於人 利大本無歸的東西 你真的不要投資 有人來的親戚朋友 未必想害你 就等於叫人買B coin 賣那些虛擬貨幣 他就製造到一個過程 有條時間是令到人賺錢的 如果令到人賺錢 你怎麽可以吸引到人來呢 你吸引不到人來落搭的 所以他們有一個很高級的程式 去流放的 我剛剛看完《金手指》 三四個小時前 網上又看了 看完《金手指》 講一下佳寧集團陳蓉清的 他們都搜集了很多資料 但當然很多資料就沒有報道出來 很多資料他們沒有報道出來 當事人有些也都不說了 剛剛說 但是都叫做 拍得比較明碎省座 不夠靈觀性 兩個人物都做不到那個角色出來 一個梁朝偉 一個劉德華 劉德華做ICC 用他的名字去吸引那個票房 我告訴你 實際上演繹不到出來 演繹不到 因為陳重青很深層的 那麽涉及財富方面 就提醒大家第一關 切忌貪心 切忌貪心 真的沒有這麽好財 但我最近貼了一些資料 很多台友 網友都問我 在現在時代有些什麽好投資呢 我就提出了一個小方案給他們參考 就是選了一隻好的印度股票 要選的 那大家自己找在行的人幫你選 我就不給那個股票的名字 因為我自己有買 就說無謂利益衝突 對人不公道 自己找好的朋友 搜尋選一些有錢值的印度股票 那麽每個月 如果你多了一萬元的收入 多了算 如果不多的話就少一些 譬如我多了一萬元回來 你就買三千元 如果我的一萬元不是多出來的 是自己正常的收入 那你在別處自己縮食 就省了一千幾百元出來 就買 多了買三成 沒有多錢出來 沒有多了收入的話 就買一成 那麽買了就不要看 總之你有夠這個份量的 你就買 那麽擺一邊 擺一邊真的不要理 那麽最好 那麽你不理 那麽你都留意一下市場波動 那麽據我記憶中 北非都是儲股票發達的 不是炒股票發達的 如果小超人 當年他買那一手騰訊的貨 不賣的話 他多錢過李超人 多錢過老爸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存 那麽便議院 你也不能做到 現在能做到 那麽 最好 那麽好好 那麽 那麽你可以 賣了 本錢那麽 那麽 買一半 收了一半 歸了本那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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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市場我的股票去到300萬 你可以收回50萬 當然你收回100萬 看到尾就更加好 就是各人各人的調動 但如果你是保守一點的 我就把我的成本收回50萬 我投資100萬 儲存萬萬加上100萬 現在市場是值300萬 我收回50萬到100萬之間 我心胸理得就跟它看尾了 看尾很厲害的 我記憶中有個世伯 他買了100萬多元的煤氣股 到會不會歸前我們跟他計算呢 億多 億多 你又多厲害 他又送股 又派息 派息之後又買下去 這樣就變了億多 煤氣 很厲害 這個就提醒大家在財富上 如果不是投資股票 大家真的要學多些技能 可以做兼職 可以做part time 儲存本錢 我現在打一份工 我都沒有慢慢緊 我怎樣才投資呢 那你就真的做一種技能 或者你幫人補習 或者上門幫人弄些東西 或者晚上開小地攤 怎樣賺多些錢 就不要浪費金 存了些錢就要來買這些印度股票 和自己訂立一個目標 當然如果你說我又不需要這樣去將來資金 我家裡有錢留下來的 可以調動個人自己計算吧 但要小心 任何世界上的投資有風險的 不足是性有餘 這個永遠都很適用的 不夠我可以加而已 一過了籠就回不回頭 特別那些人打過頭拳 就是打過了籠就收不及 市場上收的消息 有很多公司在今年內都會有衝擊 所以經濟前景大家都要很保守 特別在南海的風雲 戰士的風雲是在蚊釀中的 蚊釀中的 因為在看那個軍事的風雲 我們多數都看英國的舉動 其他那些呱呱吵我們就不太大注意 那你英國啊 你美國那些俄司什麼都會吵的 那些我們都問 如果英國一動呢 有些什麼暴署呢 我們就小心問 因為英國通常它不是主動在鳥士鬥飛的 是否很多 我覺得政治糾紛都不關我的事 但是為什麼它要動呢 因為它要配合美國佬 如果配合美國佬 它一做動作 已經是成熟了一個計劃出來 要執行的 它要參與的 所以它一有舉動 我們就比較好警惕 一定有所行動 那大家要留心 另外有些人 學生問我 去了外國 去了英國 有些是美國 有些是加拿大 就是一個一個小小小小的 小小小小 讀書那些是沒有辦法 有一筆中產的人 上了年多的 五六十歲的 他又不是說有才有米的 亮正立 真的很多不適應 二言上不適應 因為有些不太懂英文 沒有了朋友圈子 過得真的不太舒服 最麻煩是哪樣呢 因為歐美的地方很難聘請到工人 所以很多人年輕好 上年紀去到 結婚生兒子 學煮飯兒子 買一輛車兒子 做生意兒子 有些開餐館 有些開洗衣服 有些開無磁頭的雜貨店 就問我幾十年了 而且很辛苦 起碼天天都要做兩餐飯吃 家裡的雜貨都吃 變成無端端走去歐洲美國做賓會 女人做賓會 男人就上班下班 還可以做法衛 就算有兩個錢的 那些叫好些 收了單 都麻煩 因為聘請不到工人 聘請不到司機 非常昂貴 還有你付錢 都會被請到 那裡會亂想 有一些小小的想法 譬如他們這麼多 在歐洲那些難民走去英國 美國 如果你在合法情況之下 有地方的 認他做兄弟 認他做契仔契女 你給地方住 他負責幫你執拾東西 那就好些了 後來我建議他們怎樣呢 我們沒有子女就要搞了 那你年輕了 英國年輕了 BMO 接著你就走去南亞地區 去越南 越南去吧 而不是很通 馬來西亞 在泰國 在斯里蘭卡的南部 租一間小屋 在那裡定居 游來游去 游山悶水 玩亞洲之旅 就避開了那個全球星稅 又享受到那些嘉年密美的 亞洲風情的美食 又看到很多文物歷史 整個亞洲很大的 很多歷史 你慢慢看 這個沒有子女的退休 去英國的人可以用這個方法 避開了 不是英國住 就算在美國 英國都不是好處的地方 天氣是寒冷 一日都仆街 還有現在就很多那些暴力的事件 特別美國那些 三藩市 羅省 搞些罰例出來 去通溪 又去搶人家 不用罰的 那些政府不理的 那些大外作家 不知道要立些什麼妻的法 不移居 外國地方不移居 就是人要靈活 要走位 如果你不懂得走位 就說你自己的靈活很重 鎖住了你幾十年 人都累了 人都瘋了 人身走到地球打個爬 搞到這樣的落幕 那就是何必呢 就是少年子弟 江湖老嗎 但是你那個不是江湖來的嗎 所以大家就給少一點意見 你可以很靈活走位的 因為你在南亞地區 差不多你用一萬元港幣 起碼有一個司機 有三個工人服侍你嘛 那何來而不為呢 那你就將你在歐美那裏 買了一些物業收租 就扣了Calfa了 人條節的 亞洲學的文化 一定比歐美深厚的 好 如果你自己還想追求你的靈性修行的話 那你有空就去住廟住幾天 清靜一下 又學習一些古老的學問 當然最歡迎人家去參加做義工 因為你參加做義工 你是帶來很多好處的 特別在心靈上 心靈上 還有你參加做義工 就不只是參加一個組織 你比如我減五六個組織 一個組織 我就一個星期去一次做義工 做兩個小事 那你每個星期是見不同的人 還有你要參加一些年輕人的義工團隊 那你近一些年輕人 你那個氣流交修 各方面 影響你那個精神狀態都好 儘量少跟老鬼的地方去 因為他年紀大了 他的心靈又膽了下來 因為他的呼吸氣場出來 就是低頻度的 也都有很多怨氣的很多人 上年紀的人很多怨氣的 那你吸入了他那種氣場 通常對你自己都不著數 所以我很少接觸這些老人 盡量不接觸 我前一個因 一個因 我自己有很多碎子而氣 家裡 把氣場全部都改變了 這個都是養生之道的 屬於健康的 有兩個比較好的功法 你退休之後保持要練 第一個 台灣李鳳山師傅的平率功 真的保持要練 我自己的功法很少推銷的 我自己那個拍的功 大家又可以練 你練了這兩個功法 那你就夠用了 普通人保健應該夠用了 但一定要注意飲食 保持你的健康 身心都要配合的 有些人不說我參加一些跳舞 上年幾跳舞都挺難搞的 我可以跳一些單人舞的 單人舞呢 就 我不贊成你們跳中國出來的那些舞 中國最近有個好協的科目三 鬼五馬爐 沒有意思的 單人舞最好學這個Famenco Famenco 你又不是去做專業 Famenco有很多內涵的 有一個橋樑呢 是令到你的心靈和身體要合一的 跳Famenco最好 如果單人跳 譬如說你一個兩夫婦 那你就去學一下叉叉 跳那些交際舞 那些微純不可 但那些純粹都是消限過時間的 但跳Famenco有另外一個層次帶來給你的 你會找到很多你對的東西 在那個心靈那裡有幫助Famenco 跳得很不容易的 我學了跳兩年Famenco 跳不到十步 或者我們真是蠢 還有我小於練習 就是跳不到十步是正正正正正正的 一去到六七步就已經那個架散了 散了 那我個人一身人最遺憾的就是 都三十幾年了找一個舞伴 到現在我還沒找到 那找過什麼舞伴呢 就要來 和我一起去跳這個阿根廷的Tango 但還沒找到 就是一種遺憾 那人生沒有兩全的 那我要求高 就是你做舞伴的 那找射又要成古靈精怪 很難的 最難找舞伴的 真的很難找 我沒找到的 那阿根廷聽過的舞伴 沒找到的 那另外我們 我們在健康方面呢 有一個比較好的小小發展 就已經爬了板的 那我在加拿大那個 古印度FIDA的保健學院呢 在網上的課程是做得不錯 很多學員都受益 因為我將它全部設計到很簡化 當你是人體的肌肉反射的研究 不涉及那麼高身的有醫療 你覺得要拿牌又成古靈精怪 那人體肌肉反射研究 那大家互相學習 那你又沒有涉及那些錢銀交往 但因為有些同學都挺認真學習 也有些就進步了 那我變成現在安排了 在不同國家的地區 就找到一些人就肯做指導員 就是做培訓的導師 就是我們在當地招收了學研 那學研了我們網上課程的理論之後 那他們都要實習的 那我找這些學生幫忙 他們自然參加 那他們就收回一些區碼費用 變成有些同學可以兼職 譬如說我星期六星期放假 那有些人就自己安排 去做培訓 幫人培訓 自己可以進步 因為那個學問真的要實習的 那我就拍了板 那我就推廣 那用這個方法推廣 將來有目的 就給多些人 在這個社會知道 那個人體的秘密 原來你透過一些好的精準的動作 或者很精準的互動 那個身體完全變化了 那你就看少了醫生 監�也都減輕了社會負擔 如果病了深入醫院 社會承擔很重的 香港的藏位ommeicky 好起碼都是五六千塊錢一天的 它的藏位 就是醫院病重 因為它也有很多護士 也有服事理 醫生循بي 差不多計算成本 一天都要五六千塊 起碼 所以他收費都要收三千多 如果你不是香港居民的話 你進醫院住院 都要消費最低到三千多 其他有什麼用藥那些還未計 古人精怪 所以你說政府要補貼很多錢 香港每年的醫療費用補貼幾百億開銷 所以我們全世界都是在醫療上出現了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透過慢慢很有耐性 step by step 培訓一些人出來 再開一些支部 有些分為別類的 讓他們可以參與一些工作 把這個好的保健資訊帶來給世界 這個都是我自己的心願 自己學醫 沒理由說你全埋了你的皮疙瘩 真的 自己都不希望把這些東西帶不走 人生總之有一天都要離開 希望將好的意境留在世界 特別是中國 但中國我現在入不了首治的 中國我暫時未找到這個人才幫我 希望將來有緣份 第二個課程又是屬於健康範圍的 就是那個比較高級的 就是那個時空式課程 那個時空式課程就是希望 將來吸收到多些年輕的人 越年輕越好 你盡早去打開你的智慧之門 那你一生人享受的時間就多了 我要到30多歲才覺醒 我30多歲覺醒 然後40歲退休 所以大家都希望將一些好的學問留在世界 最後都是祝福世界和平 中國同胞在莊嚴憲法保護之下 生活得越來越幸福 越來越有尊嚴 祝願中港兩地的政治經濟與和氣身材作為主題 好 多謝大家 好 多謝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